本節目由金沙中國突約播出 2004年5月18日 澳門金沙正式開幕 見證著澳門博彩業開放的時代正式開始 在金沙創造的萬人空巷 迫爆玻璃的情況下 博企加緊落實發展計劃 在路騰金剛大道上建造了融合購物中心 餐飲、會展、娛樂表演於一身的綜合度假村 豐富了澳門的旅遊元素 自金沙開幕起 澳門經歷了黃金十年的鴻撥發展 逐步向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邁進 自2003年起 港澳逐步開放自由行 離澳的旅客以倍數激增 為了提供舒適便捷的航運服務 澳門金沙與金珠船務管理服務有行公司合作 於坦仔客運碼頭 增設名為金剛飛航的港澳高速客輪航線 並在2007年正式啟用 為訪澳旅客及本地居民 貢獻優質服務至今 有了我們金剛飛航之後 也都隨著澳門新的發展 旅客量增加 我們金剛飛航每天都投入80多個航班 一年就有3萬個航班的投入 我們所帶來的客人 到了現在我們都有750萬客人 一年我們是開到港港碼頭 開到中港城 開到香港的海天碼頭 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我們的航線整個有6條航線 在報告方面 我們考慮到網絡優勢 提供好的服務 給我們不同的旅客需求 首先我們注重的是 以旅客為優先的考慮 能夠帶給旅客 對澳門對我們 包括對我們公司的良好的體驗 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們當時這14條船 都是為這條航線墮身訂造的 一個豪華的船排 金剛飛航的服務質素 以世界的高水平為標準 自2007年啟航至今 共運載了超過3700萬名乘客 致力為旅客提供安全舒適的旅程 我們整體的一個服務 和世界上最好的一個運輸 或者是酒店服務的一個標準 是看齊的 是我們一直向這個方向發展的 下一步我們都很衝心拍盤 看澳門屯仔的新馬圖開張 能夠帶給我們的旅客更好的服務 自2004年澳門金沙開業以來 離澳的旅客變得國際化 同時因為金剛大道度假區 生設了多種不同的娛樂休閒設施 旅客逗留在澳門的時間比以往更長 針對旅客量的增加 而改善設施服務 也是金剛飛航提供服務質素的考量之一 發展到今天我們的旅客 大中化地區當然是佔優先 像東亞地區、日本、韓國 那些旅客都相當多 東南亞地區以澳門為旅遊的目的地 像印度這幾年旅客的增長都很快 提供一個好的服務給旅客 在我們全隊的管理方面 在硬件設施方面也做到一個很好的改善 我們也增加到碼頭的服務大使 這些大使是懂得說多種語言 以求提供這些服務給我們的乘客 未來澳門有新設的碼頭落成 而金沙中國也會新設更多酒店和度假村 下一集走進未來的澳門宏圖 本節目由金沙中國突約播出